张飞,费玉清的姐姐横述法师 2020年爆出欠高利贷,约4000万 她事后承认此事 但澄清是被骗替信徒作保人所致 她当时更一度公开抱怨两个弟弟不帮她 未来各走各的路 隔年横述法师出席记者会 除了宣告创立自在禅宗,谈到家务事 她也透露在农历春节和两个弟弟破冰和解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依据判决书内容,横述法师表示 江女宣称公共过世后 留下包瓜价值约30亿的土地遗产等 但若要继承,必须先交300多万台币的遗产税 江女没那么多钱,便跟横述法师借钱 而横述法师表示,手边没那么多钱 便陪江女到地下钱庄借钱,自己当担保人 没想到,江女后来失踪 横述法师因此背负4000万债务 对此法官考量,江女还急欠他人债务 理由也雷同,因此不相信江女说辞 又考量江女事后,否认犯刑 犯后态度不佳,而江女隐还款65万5000元 判江女一年两个月有期徒刑 全案可上诉 而横述法师回应,江女已经67岁 又因为另一个案子,已经在桃园服刑 若再度被关,恐怕就出不来了 便在过去试图情谊 她有在庭上,逼江女求情 未来不会上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